感谢主持人的介绍 尊敬的各位同道 各位专家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 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经历的一个患者 我给他起名叫做 一个HV患者的三次一时丧失 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既往患者的 就诊经过和结局 三次一时丧失的经过 以及这个患者 一时丧失的病因的挖掘和思考 以及考虑更改抗密毒指令 方案的一些考量 这个患者既往的就诊经历 其实这个患者目前是 38岁河南某市人 12岁因为头部外伤 在当地输血治疗 是1995年输血 在2003年的时候 确诊HV 当时CD4细胞只有20多个 在我们北京的某个医院 给予了当时最基本的治疗 DDI D4T和Navi Lapping治疗 治疗两年之后 因为病毒下降不明显 而改为D4T加上拉米附订 以及加上伊非伟伦的治疗 在服用这个方案的过程中 患者因为耐药 自行停药 而第二次 在24岁的时候 也就是2007年 患者因为发烧咳嗽 以肺炎 住在了我们地摊医院 也就是在2007年的6月 到2007年的7月 这是在地摊医院 住院的治疗 出院后 给予患者进行了D4T 加上拉米附订 以及克里斯的治疗 后来D4T没有之后 我们又在09年 更换为了TDF加上拉米附订 以及克里斯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自从07年 一直到现在 这个患者一直在地摊医院 进行就诊 2011年 因为肠肱组 曾经住院治疗 这是这个患者计划的经过 而抗病毒指导疗效 我们可以看到 从07年 CDC细胞 只有22个 病毒载量 15万开始启动 开始更改 抗病毒指导方案 也就是说 不论是D4T 还是TDF 都是加上了拉米附订 加上克里斯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也就是说 病毒载量 直到现在 也就是说 2021年 2021年 病毒载量 一直是达到 检测不到的程度 而在免疫功能的一个恢复 从07年的22 到后来 CDC细胞 逐渐的上升 现在一直维持在600左右 这是CDC细胞的水平 而CD8 也是成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 CD4 CD8的比值 成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最高达到了1 其实在平均在0.8左右 这是抗病毒指导的疗效 那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 抗病毒指导的副作用 因为它吃的是以克里芝 微基础的抗病毒指导方案 同时还有提诺服尾 那我们来看 它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这是一个血脂的变化 上面是一个胆固醇 平均在6左右 甘油三脂 也就是在2.几左右 DLDL也是在3左右 也就是说 血脂甘油三脂 轻度的异常 LDL轻度的异常 没有进行任何的干预 这是这个患者的血脂 而其他的患者 血糖 这10年来一直是正常 甘功能一直正常 肾功能一直正常 在既往的这些记录里头 没有其他的记录 在2019年的时候 常规的心电图检查 是正常的 股密度没有进行相应的检查 这在2021年 也就是在上周末 我们给他进行了一次 股密度检查 结果还没有出来 这是患者的 这个既往的 就诊的经历 和治疗的结局 应该说 抗病毒治疗效果是OK的 抗病毒治疗的 不论是从病毒的抑制 还是免疫功能的恢复 都是OK的 但是这个患者 在2021年的7月27号 也就是说 抗病毒治疗的第18个年头 凌晨突然出现了 在睡梦中 出现了肢体的躁动 以及意识的障碍 尿失禁 忽知不应 这是家属诉的 其配偶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 急救车 送到了当地医院 三小时后 意识改善 这是他的第一次 意识尚失 在他这第一次 意识尚失之后 这个患者要求 转到地摊医院 也就是说 在这个2021年的 7月27号 15点 这是他在转运 从河南转运到 地摊医院的 这样的一个途中 再次出现 一个意识尚失 当时提示 心肺处异常 具体的没有见到 因为他到了我们急诊 在这个 急救车上 电出差一次 两到三分钟后 意识改善 但是患者仍有 这个意识模糊 7月27号的夜间 10点 就到达了我们医院的急诊 这是第二次的意识尚失 第三次的意识尚失 同样也是在 2021年的7月28号 收到病房之后 收到病房 也就是我们说的 18点36分 收到病房之后 再次出现意识尚失 呼叫没有反应 双眼上翻 四肢强制 心电监护 提示是一个 使餐的心率 血压62到40 呼吸十次 血氧测不出来 这是我们给他 又再次进行了一次 电除餐 除餐之后 很快 这个心率 转为痘率 心率恢复正常 血压正常 呼吸13次 意识恢复 这是两次 也就是说 总共的 这个也就是说 一天多的时间 这个患者出现了 三次的意识丧失 那大家看 这三次的意识件 这个丧失过程中 我们进行了相应的 这样的一个检查 大家看 7月28号 在我们医院的急诊 急诊的 也就是胸痛五项 几乎都是正常的 胸痛五项都是正常的 PCT也是正常的 CRP 轻度的升高 乳酸正常 乳酸 这个转炎 轻度的异常 电解质正常 肾功能正常 血气正常 血肠微也是正常的 而心脏的超伤 只是提示一个 主动的症状运化 这个患者 我也去急诊 进行了 这个会诊 在会诊的过程中 我就让他们 肯定这个患者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这个史差也好 或者是我们所说的 意识丧失也好 但是我们急诊科 一再说 这个患者 没有其他的 就收在了 第一次 收在了感染医科 收在感染医科 两点收住的 六点 这个患者 再次出现一个 这个意识丧失 就转到了ICU 这是我们这样 在第三月 前期的就诊经过 那住院的经过 刚才 其实刚才已经说了 两点二十五 收到感染医 也就是说 三点零六 做了腰穿 结果是正常的 也就是说 入院之后 四点四十五 下午四点四十五 我们做了一个心电图 心电图提示是一个 痘性心动过缓 心率只有五十六次 然后K2T间期延长 而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K2T间期 达到了656毫秒 而K2Tc 也校正之后的 也是633毫秒 是一个明显的延长 这是我们在地团 在我们 达人的医科做的 那先来看看 我们各个科 对这个患者的 就诊的意见 那心这一科 给我们进行了汇诊 患者既往 没有心脏的基础 19年的时候 心电图还是正常 只是一个青年38岁的 这样的一个女性 而超成心动图 只有主动面有点概化 没有其他的异常 史诊的原因 考虑感染脑病有关 这是心内科给我们的意见 还是考虑跟我们的感染 以及可能跟脑病有没有关系 那ICU住到了我们的重症 监护病房里面 他们也考虑了几个原因 比方说 有没有心原性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史诊 有没有说监测 心肌脉和纪念图 这是一个 第二一个感染 但是这个患者 虽然有IC病的基础 但是这个患者脑界的 检查结果是正常的 不支持感染性的 电阶脂紊乱 这个患者同样 电阶脂也是正常的 他也提到了药物性 患者长期口服抗密的药物 不除外药物的副作用 导致的心理市场 中枢的有没有脑病 因为外院的CT 已经除外了 急性的颅内出血 和脑梗导致的心理市场 所以说也不考虑 这是ICU的意见 心理科的意见 那感染医科 其实是我进行了会诊 在会诊的过程中 其实这是ICU的意见 要晚于我的意见 因为我第二天 就去看这个患者 那个病史又追问 追问的过程中 患者因为过敏 于7月24号开始服用 一种药物叫做敏迪 两粒一天两次 强底松两粒 马丁瓶三粒 CT米丁两粒 共包了三天九包 从24号晚上开始吃 截止到27号凌晨两点 也就是说这个患者 凌晨两点 也就是在27号的凌晨两点 发作了一次 一丝上师 总共吃了五包 这是我们的意见 那第二个代白酶一致剂 这位患者吃的是一个 代白酶 克里芝 它可以引起 KRT间期的延长 以及PR间期的一个延长 同时有没有药物 药物质的相互作用的一个存在 也对了一个提示 所以说当时就给他出了一个 也就是说28号晚上过去 29号早晨 就建议他 蒋克里芝 转换为多贴拉尾 这是我们感染科的汇诊意见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在这个三次一次上市的 这样的一个病菌的分析的过程中 我们是如何看到的 大家看 这个敏迪又叫非 特非纳丁 它是一个非镇静的抗阻战药 1981年批准 标准的剂量 是一片 一天两次 而这个患者 吃了两片 一天两次 而这个药 上市之后9年 出现了 尖端牛转性 史性心理市场 KRT间期的延长 当然尤其是当于 通航座合用 该功能不全 或者剂量增加时 该患者已经增加剂量 或者同服其他 KRT间期的药物 比方说 我们的克里芝 本身就可以引起 KRT间期的延长 因此在1997年 敏迪这个药物 已经退出美国的市场 而敏迪这个药的 不良反应 痘性心理不齐 包括我们说的 TTP 以及史性行动过速 史菜 新浪骤停等等 都可以引起 这是我们说到的 不良反应 而这个药 有非常长的摆衰期 20.25个小时 极长的摆衰期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药物质的相互作用 DDI 大家看到 这是克里芝和敏迪 写的是禁忌 这是禁忌 因为两个药物 都可以引起 KRT间期的延长 所以说 这是禁忌的 而另外的 DDI 西达的药 CT米丁 西米T丁 没有相互作用 另外的 跟腔底松 有潜在的相互作用 没有增加 心理市场的 这样的一个风险 而我们刚才 已经看到 克里 这个看到 敏迪这个药物 也就是说 也可以引起 严重的 这样的一个 KRT间期延长 以及 使用 使用 行动 过速等等 尤其是在合并 引起 KRT间期延长的药物 我们看到的 一个药物 说到的 克里芝 我们常见的 克里芝 引起了其他的 消耗道的症状 血脂的异常 大家都是 非常清楚 大家可以看 新吸管系统的 比方说高血压 比方说 一些不常价的 深静脉的 血栓 这个我们就不再说 大家可以看 后边有一个 就是上市之后的 一些报道 上市之后的 一些报道 那就是可以引起 我们说 KRT间期的延长 以及TDP 也就是说 间断扭转型的 使性新动 这个使性新动过速 这是我们看到 克里芝 他所引起的 也有这方面的报道 而除此之外 大家也可以看到 为什么这是一个 P2间期的延长 代白煤一致 都会有 这是用药之后 KRT间期 都是有一个 明显的延长 这是我们说的 阿扎纳韦和克里芝 都会引起 这样的一个 P2间期的一个延长 因此 在美国的FDA 对克里芝 以及我们说到的 沙奎纳韦 在这样的一个 报告里面 对这两类的药物 都提出了 可以引起 KRT间期的延长 以及 P2间期的延长 应该引起 大家的注意 而尤其是 我们说到的 可能和 合并应药有关 这个报告里头 就已经看到了 患者同时服用 什么药物 美沙酮 克拉酶素 或西沙比利 这是说 代白煤一致剂 如果和美沙酮 克拉酶素 和西沙比利 合用 都可能会 加重 我们说的 这些 KRT间期的 这样的延长 有这样的 一些的报道 除此之外 那其他引起 KRT延长的药物 我们也应该 要清楚 比方说 胃肠动力药 刚才已经说了 西沙比利 心血管药的 这个安点酮 也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抗菌药 左氧发沙香 默契沙香 克拉酶素 刚才已经提过了 因为这些药物 左氧 是我们非常常用的 这些药物 所以说 给大家在这 再强调一下 如果在应用 克里芝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再应用这些药物 比方说 弗康座 那都会加重 这些KRT间上的延长 就会造成 像我们这个患者 这样造成这样的 一个齿态 抗阻止癌药 这也提出了 特菲纳定 也就是我们的 敏迪这个药物 这是可能引起 其他KRT 兼提延长的药物 那到底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我要给他进行 抗病毒质量 发的调整 那调整 我要有哪些考虑呢 那第一个 这个患者 我们要考虑 克里芝与其他药物的 相互作用 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 刚才已经反复提到了 一些的相互作用 那第二个 因为这个患者 已经发生过 一线治疗的失败 那不能够轻易的 更换抗病毒 治疗的方案 那要考虑到 原来抗病毒 治疗方案的 潜在的这些 耐药的存在 那第三个 因为这个患者 虽然已经38岁 还没有自己的孩子 他还有怀孕的打算 因此我们要考虑 怎样的调整 大家看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克里芝 在这个 这个 利物谱的这个 网站上 我们可以看到 克里芝 跟哪些药物 有相互作用 也就是说 总共有 727个药物 之间的相互作用 700多个 这是我们看到的 所以说 克里芝 跟我们很多的 药物之间的 相互作用 有相互作用 为什么 因为 这克里芝 是经过细胞 色素代谢 而我们 常规的 一些的治疗的药物里头 也就是说 73% 都要经过肝脏 这样的一个清除 而在肝脏清除的 这个途径里头 又是70% 经过细胞色素 P450代谢 而在P450代谢里头 又要通过 这个3A的 这样的一个家族 所以说 它才会有 跟克里芝 有这么严重的 相互作用 而我们全新的 整合酶抑制剂 我们说 它不经过 细胞色素 P450代谢 它主要通过 这个UG T1 这个酶代谢 经过这个酶代谢 它就会降低 DDI的 这样的一个风险 通过 这是我们说的 整合酶跟药物 这些的相互作用 比较小 因此 大家可以看 代白酶抑制剂 也就是说 蓝色的 都是没有相互作用 而 都是没有相互作用 而蓝线 越长 那就说明 药物 这些的相互作用 越少 比方说 拉提拉尾 虽然说了 那药物这些相互作用 拉提拉尾 这个患者 相互作用 也非常小 能选拉提拉尾吗 第二个 多提拉尾 这个患者 也是 药物这些的相互作用 非常非常的少 还有 比克 也是 非常非常的小 那这个患者 能选用比克吗 这是我们看到的 一些的 整合命意志剂 说了 那多拉尾林 药物这些相互作用 也小 我们能选 这个患者 能选 多提拉尾林吗 这是说 虽然 我们看到了 这些 药物 药物 这些相互作用 有些非常非常小 但是 能不能选择 就是我们第二个 要考量的 那就是因为 这个患者 曾经发生过 一线的 治疗失败 也就是说 非核根类药物 它已经失败 肯定不能再应用 第二个 在核根类药物里头 拉米附近 肯定 也已经 这个失败 所以说 当初始的方案 治疗失败之后 如何选择 这是2021年 美国DHS的 治疗指南 当非核根类药物 治疗失败之后 应该选择 多提拉尾 或者BIC 加上两种 核根类药物 而这两种 核根类药物 其中至少一种 具有完全的活性 当然了 也可以加上 蛋白酶移植剂 而我们这个患者的 原方案 就是治疗失败之后 增加了 加上的是 更换的是 蛋白酶 这样的一个药物 而这个研究 也已经证实 也就是说 DONNING的这个研究 克里芝跟多提拉尾 用于治疗失败的 这样的一个研究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优于它的 换句话说 多提拉尾 用于治疗失败的 这样的一个 二线的方案 它的治疗效果 是优于克里芝 为基础的 治疗失败的 这样的一个 患者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那第三一个 那下边 我们再来看 这个患者 其实这个 是病毒抑制后 转换成 多提拉尾 加上拉米附定的研究 虽然是 加上一个 拉米附定的 这个研究 这里面 也有一些 病毒学 失败的 这样的一些 这是以前 你看 这个是估计的 以前 曾经有过 病毒学失败的 这样的患者 有194例 病毒的抑制率 仍是99% 坏句话说 比方说 原来 提诺拉米 加上DTT 坏者是说 原来 拉米附定 也已经 有可能耐药 转换成 多提拉尾 拉米附定 加上 这个 TDF之后 病毒已经抑制 抑制之后 转换成 多提拉尾 加上拉米附定 仍能达到 99%的 抑制的效果 这是 正是基于 这样的一些的研究 我们 才给它 考虑了 什么样的一个 发的一个更换 刚才我们 已经看到 整合酶 药物质的相互作用 比较小 这是1 第二个 整合酶 抑制剂的 多提拉尾 多提拉尾 它可以 用于治疗的失败 可以用于 治疗失败的患者 这是第二个考量 第三个考量 我们已经说过 这个患者 还有怀孕的打算 而且同样 在2021年 2月份 刚刚更新的 DHS 母婴阻断的 这样的一个指南里头 大家可以看 想要怀孕的 非孕妇 非孕妇女的 抗密度 治疗的选择 首选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 这个多提拉尾 放在了这样的一个 首选的位置 而我们看 BIC也好 也就是说 刚才看到 BIC 其实它也可以用作 治疗的失败 但是呢 BIC 在孕妇中 数据不充足 基于上述的考虑 所以说 我们给它 进行了一个 提诺付尾 加上拉米付定 以及多提拉尾的 这样的一个考量 2019年 这是更换 抗密度质量 方案之后 患者的 KRT间期 在主段的缩短 主段的缩短 这个我们可以看 都0.459秒 已经明显缩小 这个患者 在一个结局 给大家看一下 7月3号 更换为DTG 7月31号 KRT间期 0.44秒 几乎是正常 而且在这个患者 做了这种 动态心电图的过程中 基本上是正常的 基本上是正常的 而现在出院 8月10号 这个患者出院 现在的KRT 以及KRT间期 一个是402 和424秒 非常正常 这就是这个患者的 一个结局 非常感谢大家